字幕君 王宇宙 《無限印象》 《無限印象》 《賞一支一切X4》 好來 三合一 走 大家好 我們是無限印象 我是無限印象的攝影間燈光 然後劉長亨 那我負責的執掌通常是 拍攝一些側邊的花絮 然後還有燈光的調色 我是無限印象的製片 我大部分的職務就是負責 跟受訪者聯絡這樣子 跟還有一些 組內一些比較雜的事物這樣 大家好 我是蘭靜雯 我負責的是導演的工作 那我就是負責聯絡 那個要拍攝的人 然後以及到現場去主導 所有一切 我們的作品主要是有兩個角色 一個是非自有戀愛的張阿嬤 她的一個非自有戀愛的一個杜氏 以及經歷兩次婚姻的杜先生 然後主要是在講他們兩個人 在婚姻的路上去追求幸福的一個過程 那其實我們一開始會想拍這個 是因為我們發現近年來 欸怎麼會誰誰誰又離婚了 誰誰誰又離婚了 那我們就開始思考說 欸到底婚姻對我們人來說是有什麼樣的意義 為什麼要結婚為什麼要離婚 所以我們就因此開始拍這個題材 中途在一小段時間 然後是找不太到方向 原因是因為我們想做的東西 他不一定是老師喜歡的 或者是我們做出來的方向 然後大家不喜歡或者是老師不喜歡 這也跟我們組別裡面人很多也有關係 對然後最後還是靠著靜雯 主要還是靜雯 因為他是導演 那他也是主導了我們所謂一切方向 所以也是蠻感謝靜雯 這應該是我們遇到的比較大的問題 比較困難的喔 嗯就是可能在找角色的過程中吧 就是可能在協調上啊 或者是我們要篩選角色的時候 因為我們角色其實採訪了大概有司機組吧 但是我們最後篩選了只挑剩下兩個 對那在這當中其實我們也經歷不斷的討論 然後跟不斷的跟自己自我矛盾之後 然後才終於誕生幸福的練習 這麼做 如果說真的這支紀錄片拍攝 因為我們從去年六月開始拍攝嘛 當然不含前面的討論 六月開始拍攝 一直拍攝到去年十二月 我覺得比較開心的事情是 我們抓了非常多的受訪者 可能是司機組 然後都是 雖然田野調查出訪 但是我們都有到對方的家裡 然後去問一些問題 然後跟觀察對方的生活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也讓我認識到了很多不一樣家庭的人 因為其實像我們自己 我們只會有一種生活 就是我的成長環境怎麼樣 我就是什麼樣的人 但是在這過程中 十幾對的夫婦 他們面對到的事情 有癌症 然後有二婚 然後有不婚等等的 所有的一切婚姻形式的架構 都會在他們的家庭裡面出現 我們到現場之後才發現說 其實生活它是有非常非常多面向的 所謂的幸福練習 真的是要從他們的生活裡面觀察 才可以得到的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我比較開心的一件事情 其實像我們採訪了二婚者 他的大兒子 是跟前妻一起生的大兒子 然後他其實在剛開始沒有辦法接受他的後母 那也在剛開始就是可能在一些跟家裡的人吵架的時候 不小心踢到了後母的肚子 然後肚子就是還有懷孕 懷孕他的弟弟們 所以他一直以來就對這件事情 保持非常的愧疚 那我們就藉由訪談他們的機會 讓這個兒子就是當面的對著媽媽就是抱歉啊 然後也感謝他說 一直以來這樣照顧他 那就是因為其實很多夫妻或是一個家庭 他們在相處的時候 平常是不會因為可能太熟吧 所以就有些話 比如說我愛你啊或是謝謝你啊 這些話沒有辦法平時都這麼輕鬆的講出來 可是我們藉由訪談 那就讓他們知道說 終於有這個機會可以趁機對爸媽告白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次在聽他們 他們對彼此夫妻在感謝告白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是在那個鏡頭後面流眼淚 因為這真的非常感染這樣 所以這是讓我覺得蠻開心的事情 好 印象深刻的角色基本上還是張寶丹女士 就是我們上部曲非自由戀愛的對象 那我會喜歡這個角色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她非常立體 就是雖然說張寶丹女士她的另一半已經不在了 然後沒有辦法補充她另外一半的畫面 但是從張阿嬤她的談吐裡面可以發現說 她其實對她的另一半是很有為辭 對就是其實她不是很喜歡她另一半 但是還是可以堅持這麼多年 然後一直到她是在我們作品中屬於比較傳統的一個角色 但我們這個組別居民像都是比較年輕的二十幾歲 然後比較沒有辦法理解到那個時代的變化或者是一些環境 但是可以從阿嬤的就是言情裡面發覺到 哇原來以前是這樣 因為雖然會有一點小小劇透 但是我沒辦法理解當時就是我可能上學回來到一半 隔天你父親就跟你講說你要嫁給別人了等等的 然後就隔幾週然後就跑去訂婚 然後就被嫁到山上然後要單水啊然後什麼的 所有各種辛苦的事情 然後一直到如果被家裡冷落了或者是 等等的你必須要先餓著肚子先去照顧好其他的兄弟姐妹 而不是你自己的兄弟姐妹 是你老公的親身兄弟姐妹 對我來講我們沒辦法理解這種事情 已經在短短幾十年 那從張寶丹女士她的故事裡面我們就可以發覺到 其實以前跟現在的衝突到底有多大 以及她在裡面有落淚 然後落淚的故事也讓我們覺得非常感人 甚至我在看我們作品的時候阿嬤那一段 我是有看到哭人 因為我就會覺得說被帶入進去感動身手 雖然是我沒有辦法理解的環境 但是從她口中講出來我就覺得非常有說服力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角色 就是很感謝現在是組長然後還有是導演又是組長這個部分 然後她要單的東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她要擔心還蠻多事情的就是 訊息啊那些大學的一些訊息啊 或者是準備一些拍攝的架構這類的 或者是每一個的那一個很多東西都要給她先看 才可以就是真的去訪嗎還是真的去撿 然後她真的是蠻累的 而且也要心裡頭組那一些組員的一些衝突之類的 真的是還蠻累的啦 就是很辛苦辛苦一點 還有一個要感謝的就是其實是志穎 志穎其實有些事情我就是很不喜歡一個人在那邊忙 就是有些事情比如說打企劃書這種東西 我都會拖來一起做 我事實上就是拖來一起做 對 志穎都是陌陌的 她可能不會出現在裙子裡面可是她會 欸 她居然也在做這樣 對 她真的其實也在做 就是其實你看這樣其實已經有時候就說 沒有什麼人在做事的時候 她又會問要不要幫忙 或者是我可以去問她說你可以幫我忙嗎 她其實都是願意的 對 她其實幫忙非常的多這樣子 我首先要感謝的是應該說剪輯吧 因為剪輯很辛苦 就是我跟黃迪亞如軍打我們已經熬夜熬了 總共加強應該不知道應該有太多太多天了 對 就是每日每夜的剪片這樣子 所以我很謝謝他們 然後還有嘉儀 對 就是我在群組裡面問東西都沒有人要理我的時候 然後嘉儀至少會給個面子 就是還是會理我一下這樣 對 還有長恨 對 長恨一直以來就是 就是負責擔任嘴巴 很會講 很會講 謝謝 謝謝 謝謝長恨 對 我比較想感謝的還是嘉儀跟靜雯 對 因為他們一位是導演一位製片 那他們忙的工作其實是最多的 尤其是導演 然後靜雯其實她跟老師開會她也要跟 然後剪片她也要跟 拍攝她也要跟 所有一切她都要去負責跟掌控 非常非常的累 另外就是嘉儀 對 那因為我們有兩位製片 一位是嘉儀 另外一位是小文 對 那小文是比較後面還加進來的 她比較負責管錢的部分 但是嘉儀就是比較像生活製片 她必須要管整個演員 就是所謂的紀錄片的訪談者 這一些聯繫 然後以及一些情緒 然後組別裡面有誰跟誰有紛爭 然後不能排在一起等等的 然後她都要去負責 對 所以我覺得這兩位基本上是最辛苦的 就是我在大學的時候才發現自己 對這一塊就是教學 跟交流這一部分是有興趣的 所以我就想說 你能夠去試看看這樣子 大家要知道我是實況主嘛 然後前職業選手 對 我希望我能夠成為一個 比較好的電競職業者 教練 對經理等等的 然後我希望對這個東西有貢獻 那當然也是結合我現在的一些學習 雖然說大學四年了 說實在話 也讓我更看清楚了 我並不是特別適合這個區域 對 所以但是我覺得 多多少有一些所學 還是可以結合到 未來的生活裡面去 對 那這四年裡面 我認識的人我也是非常感謝 無論是一些朋友或者是 講實際一點一些資源 對 都是我非常珍惜的 那我也希望之後可以 利用這個東西去 改變越來越多人的生命 因為我覺得大學 這是一個小型社會吧 我覺得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 各種不同個性的人 那有時候在做事情上面 或是一起共識上面 會漸漸的去改變自己的 脾氣或個性 那我覺得從畢製說起到現在 我如果偷來來看 發現自己好像 變得 脾氣好像好像越來越糟 就是 我曾經有幾次 就是很崩潰 就是覺得自己好像 變得跟自己 原本想的那樣差很多 所以我只希望自己在未來 不要因為一些很現實面的事情 而讓自己變得不好 或者是變得很自私 嗯 就是 當一個 善良的人 對 當個善良的人 那不管以後 做什麼職業 我都希望自己是 以 嗯 不要違背自己良心 為主 這樣就好 嗯 希望你們都可以從來自然而遇到 你 你們今天也想到 好 好 好 1 2 2 3 3 4 5 5 5 8 うん 5 5 5